果然在棋樓遛狗 後方白衣男子突然朝他衝過來 還出拳大力一揮坐視攻擊 讓夫人嚇得當場蹲下 互助愛犬 從後面跑過來 所以他打他 男子力道過猛 連原本戴著的耳機和眼鏡都噴飛 趁著彎腰去撿了空檔 又不斷扣進 辱罵恐嚇夫人 我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當下直接喊救命救命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樣的反應 那麼我有跟他講 我說拜託你不要這樣子 拜託你不要這樣子 事發在5月29號下午點 新北新店路過社區前 53歲的被害婦人 在附近住了十幾年 一如往常帶愛犬出門散步 卻被陌生男子無差別攻擊 事後他也決定提告恐嚇 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男子逃逸路線追棄 過了將近一周 人還沒抓到 又被婦人碰到 他一樣就是慢慢慢慢走過去 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我其實很緊張 可能就在我們社區附近 婦人事發後完全不敢出門 直到過了幾天 才鼓起勇氣還原驚魂過程 卻又遇到對方想起當時驚悚回憶 她心有餘悸 我今天很正常的在社區散步 我從來沒想到會有這麼嚴重的暴力事件 我今後我身上要帶什麼樣的東西 才能夠保護自己 如今也不敢再帶愛犬出門散步 只希望警方儘快抓到人 別讓附近住戶都生活在恐懼中 東森新聞林全參與事件在新北市採訪不到 我現在記得下集會 我家中 sizz了 我家中士